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桃园医院日前发生院内群聚感染 截至18号已经有4人确诊 桃园市长郑文灿表示 中央与地方都会以最高标准做好控管 市府也会全力配合调查与检疫 希望能确保社区的安全 我想这个群聚感染的案子还没结束 要以最高标准来做好院内的感控 我们市政府是负责社区足迹的调查 以及有这个居家隔离检疫的工作 那我们希望能够确保社区的安全 布桃爆发群聚后目前占不丰月 但布桃部分门诊已经停准 医疗能量下降 怕会影响民众的就医 因此市府卫生局也以协调室内医院 提高服务量 市政府的卫生局 已经协调桃园市境内 六家责任医院要提高门诊 以及急诊的能量 能够让市民就诊方便 因为这家医院呢 目前在门诊急诊方面 已经大幅的下降 市长表示会与中央疫情指挥中心 密切配合 同时整合全市境内的病床 医护人力 防疫物资 装备等调度 确保整体的服务能量 不会影响市民朋友的就诊权益 也希望大家一起为医护人员加油 记者赖伟一桃园报道 为了庆祝一年一度的119消防节 桃园市消防局特别系列活动 除了表扬64位机友楷模 现场还有美食互动区 让辛苦的消防弟兄们轻松一下 也感谢他们长期以来 维护市民安全的辛劳 为了欢庆119消防节 桃园市消防局特别举办系列活动 同时邀请市长 郑文灿颁奖表扬64位的消防 易小楷模机友商货宣导 及机友消防之功 感谢他们长期守护市民安全的付出与辛劳 我要特别谢谢我们消防局的同仁 那么像我们的这个 一年大概10万件以上的 这个救务案件 那欧卡 那救回来的 那么从108年的73件 那么提升到109年 超过100件救回来 我想这个是代表我们救护能力在提升 桃园商防救灾能量持续扩增 不仅火灾发生率6度最低 欧卡成功救回的比例也不断攀升 这次表扬的每一位同仁都很优秀 受奖人之一的易潇副总干事龙胜生 担任易潇超过40年 他说易潇团队团结又优秀 当易潇非常的开心 易潇来讲对我们是很好的工作 也是很好 也是付出啦 想象是说我们易潇的团队真的是不错的 在各行在民间团队里面 是易潇的团队是很值得神圣的工作 今年消防节活动除了表扬极有楷模 还在户外规划了美食区跟游戏区 市长特别感谢所有坚守工作岗位的 消防同仁以及背后支持的军属们 共主本事防灾安全网 让桃园市民能享有安全物语的生活 记者赖伟一桃园报导 去年底桃园市电动机车市占率突破6% 位居全国第一名 今年桃园市环保局继续推动补助计划 目前暂定机车换购电动机车 最高可以补助民众9000元 今年度桃园市的机车太教换新补助要来啦 环保局以六都最高的补助方案来规划相关草案 暂定今年机车换电动机车最高补助9000元 但仍有一万辆的数量限制 目前全岸人有待桃园市政会议讨论决定 我们桃园规划今年110年度的泰旧一四骑老旧机车 换购电动机车每辆补助9000元 限量一万辆 那么淘汰换购七骑燃油机车 每辆3000元补助限量一万辆 目前这些都是我们的草案 需要等待市政会通过发布后为准 现在民众若要购买电动机车 可享有环保署、经济部以及各地方政府的补助 将这些金额加总起来 桃园市民若要在今年台湾旧机车 购买一辆普通重型电动机车 那最高补助可上看2.6万元 然而这些补助对民众来说 却似乎没那么有感 针对环保我个人会很支持这样子的一个方向 但是如果说在补助上面 不是那么的比例上没有那么的有帮助的话 我会觉得还是会倾向就是继续在骑传统的机车 电的补充上面要便捷性够多够好 例如就像加油站的状态这么的轻 这么的简单就是很容易就是可以找到加油站 还可以补充自己车子机车的电力 这个情况那会让我更想要换成电动 因为现在目前在做电动的那个补充上面 有时候好像不是很简便 目前全桃园市共有7万5千多辆电动机车 市占率约达6% 更有1200多座冲换电站 位居六都之冠 但距离达到电动机车普及化 充换电站和交友站一样便利的期望 仍有段努力的空间 有待未来市府与市民们 一起继续沟通协调配合 共同打造桃园成为节能减碳空气好的桃花园 记者刘雨婷桃园报导 位在如族区的海湖运动森林公园 原先城市闲置多年的空地 而桃园市政府透过活化并且打造3.24公顷的 制宏景观公园 不仅将旧有南侃西河道景观融入规划 同时也设置两处具有防灾制宏功能的 若雨松景观池 期望要提供民众优良的休憩空间 环境优美的景观公园光用看的就令人心旷生疑 位在如族区的海湖运动森林公园 原先城市闲置多年的空地 而桃园市政府透过打造3.24公顷的制宏景观公园 期望要提供民众优良的休息空间 海湖这个地区找一个适当的空间 然后我们来推广造林 让城市多一点的呼吸空间 这块土地占地面积有3.24公顷 早期是一片闲置的一块土地 市府这次总共花费了4895万的经费 来建置这个3.24公顷的公园 希望我们可以提供整个市民 具有我们的运动以及休闲的 一个复合式的一个公园使用 如族区海湖里因为拥有南凯溪旧有河道 因此市府也将就有景观融入规划 并设置海湖地景公园及海湖运动森林公园 同时也设置两处具有防灾制宏功能的 若宇松景观池 借此要解决周边的集园水问题 我们在我们公园里面建置的这两个制宏池 原则上我们整个的公园的排水 都是先集中到我们的制宏池里面 而不是直接排放到我们下游的南凯溪里面 所以可以在即降雨的时候 有效的延缓降雨所带来的一些灾害坚信 所以这个制宏池除了我们的制宏 制宏的一个效果之外 我们在旁边周遭也种植了很多的落雨松 这个地方有一个很特别的 就是有一个既有的累石户岸 那这个是我们早期河道有变迁的一个历史的遗迹 计划的开发 主委社区也将面临土地遵守 不过主委社区发展协会为了让更多民众了解 主委地方的悠久历史以及文化特色 因此特别制作主委导览图 期望要让来主委的民众不仅玩得尽兴 同时还能够更加认识主委的历史 近年来随着桃园航空城计划的开发 主委社区也将面临土地遵守 不过主委社区发展协会为了让更多民众了解 主委地方的悠久历史及文化特色 因此特别制作主委导览图 期望要推广主委的特色 我们做这个导览图 主要的是把主委几个顶点 几个好吃的地方 我们去采访了之后 那把它规划出来 才做这个导览图 那主要的是要给我们的全国的好朋友 到这个地方来参访 因为即将消失的主委 是一个很好玩的地方 也给大家有一个回忆 所以我们做这些导览图 要给大家有一个方向去走这个地方 导览人员详细地解说主委的历史 并带领民众参观主委赫赫有名的 一阁村及主委福海公 而主委社区发展协会所制作的导览图 除了讲解主委福海公的 有北方食馆我们的顶箱早餐店 以及我们的蜡蜡蜡蜡 再到我们的冰品 这些都是好吃的地方 那这些文化的东西结合我们吃的东西 可以说我们的一日有或是半日有很好的一个规划的地点 主委社区发展协会 透过收集社区内各式各样的景点及历史资讯 不仅要带领民众一览主委地方的百年风华 同时也借由导览让主委的记忆 常存在民众的心中 欢迎民众一起前往主委社区 认识主委的历史 记者王中军台我到 大西人每次需要公部门 跟我们的民间一起来努力 去重新去回复他历史的风貌 那么更需要的是 所有来到大西的游客 一定要放慢你的脚步 然后让大家看到不一样大西 深度的大西 我相信你的旅游将是非常的丰硕 看到真正生活的大西 深度的大西 桃园要迈入进步的城市 首先最重要就是要友善 我们希望桃园打造一个 不只是在捷运路网上的一个开通 以及所谓航空人计划的推动 我们希望行人走在路上 能够非常的安全 在未来的日子里 我会持续的推动 督促市政府就人行道改善 骑楼打通计划 做更进一步的加强 这是年轻活力的桃园 这是繁荣进步的桃园 这是热闹丰收的桃园 火力之都希望桃园 因为有你的参与 桃园越来越好